这国民党打算趁此机会推动选举法修法 可让这民进党的立委痛批了 根本在没收人民权利 认真聆听地方淹水状况 民进党立委苏巧慧考察新北北大特区 强调自己为地方贡献 我看新北市委员里面 应该是只有我这么认真去 一连三天苏巧慧新北行程满满 从同台新北市长侯友宜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双北副市长李四川刘和然 最后回归地方 鉴止2026新北市长以为浓厚 但同样传出有望角逐市长大位的林又昌 之前才以前市长身份 痛批基隆市长谢国梁市政 人事行政都有问题 如今拆调失败 外界解读 影响到他未来的新北路 败良行动说实在的 完全就是民间所主动发起的 我想要把责任归咎在民进党 甚至是秘书长艺人的身上 这不尽公平 钱财对手帮忙还家 谢国梁罢免案结束 不只影响民进党 2026选战布局 国民党更打算推动 选罢法修法 防止大罢免时代 预计下周推动 冷冻期结束的 选罢法修法完成二三读 包括国民党立委 许宇珍提出的罢免票数 要比当选票数至少多一票 另外也有多位立委提出 联署应该附上身份证赢本 让民进党立委忍不住痛批 根本没收人民权利 我们不容许用任何的形式来阉割 来没收人民珍贵的权利 我们认为他们应当悬崖勒马 今天民进党就是一个仇恨的政党 到处把仇恨 往这个整个全台湾到处去散 到处去放 到处去烧 吉隆市长罢免案结束 蓝绿动作频频 要铺好未来政治路 也让朝野大战 言消卫渐渐飘出 记者综合报道